今天我们做个非常好吃的早餐 我们把吐司切去四遍 切去的部分可以蘸沙拉酱或者果酱直接吃 再切起一片香肠片切得薄一些 把事先准备好的芝士放在吐司上 放上香肠片 再放上一层芝士 最后盖上一层吐司 全部的芝士香肠吐司做好以后 在碗里打上一个鸡蛋 还好搅散 电米蒸或平底锅刷上一层油 把吐司的六面沾上一层蛋液 放进电米蒸小火加热 全部放进去以后一定要小火慢煎 让然蛋液很容易糊 煎到一面微黄之后翻个面 另一面也微黄之后继续翻面 直到六面全部煎到微黄 六面都煎好以后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芝士香肠吐司非常香特别好吃 不知道早餐吃什么的朋友可以试试 石豆美食每天一道家常菜 我是石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也欢迎评论指点